国旅贵不贵 如何振兴国旅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教授 请到了处长 然后请到了我们两个 非常关心我们国旅的议员 其实我们跟育成议员也很熟悉 育成议员也很喜欢旅游 想请教一下 刚刚教授有提到网路行销 更提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业经济 就是说今天大家都来了 包括普里 仁爱 国姓 非常多的民宿 露营区都有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县市政府的 一个团体告诉我 他们昨天去国姓的一个地方 我实在搞不清楚那里是哪里 他们那个晚上好好玩 然后接着他说他们所有的 桃园地区的各个社团都要来了 因为那里好好玩 虽然我实在是不知道 你打听一下到底哪个地方 他们说有带着我们带着大家 唱歌跳舞 然后是在国姓 所以代表说刚刚其实不管是网路行销 或亲朋好友介绍 还包括很重要的是夜经济 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边 氛围有了 好山好水有了 美食有了 可是漫漫长夜 我们希望夜晚比白天美丽 那我们想听听看 我们议员曾经到国外 有参加过什么样的夜间的活动 或者台湾 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发展 不晓得议员有什么想法 如何才能振兴国内旅游 即使除了鼓励国人 都在我们国内旅游外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吸引国际游客 那该如何做 就是政府与业者共同深思的问题 尤其我们南投县来说 具有得天独厚天然的地理条件 搜索有点好 而且有更多元的人文条件 如何融合文化设计产列 让县内的旅游具有独特性及吸引力 甚至于透过展现县内特色 引起国际游客注意的宣传点 使我们的旅游观光能有新的 新契机 尤其我们在说这个业经济 业经济真的 有时候人家 有客来到南投官 七头头走走走 走走看 看一看的时候 晚上要做了吗 不知道 来找书议员 当然是欢迎 但我希望说业者跟我们政府 要去构思说 怎么样去办一些活动 让买工的 晚上来说的 我米思乱说的 长夜漫漫不知道要去哪里 让这个 不是我说的是旅客说的 旅客说的 对啦 对啦 同样啦 来我们这一头 晚上不知道要做什么 的时候 所以说我希望说 可以设计一些活动 有趣的 在地的 包括亲子啊 或者是 有些商店可以去逛的啊 或是雅琪啊 我觉得这都是 真的独特性的 可以去整个的事情 议员 你出国 不要看什么表演 你觉得很好看 哦 表演有的 拍不过 跳舞 歌唱啊 其实 其实外国真的都有啦 但是 我们要与我们这边 比较在地性的一个活动 当然你不能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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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哦 我们住的那边 每一家的民宿业者的车都载来同一个地方 那天那个晚上 事实上表演者总共只有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都什么 打太鼓 但是他们的太鼓是一个人各表演一手 最后两个两个 然后最后三个一起 那事实上这样就90分钟了 那我们是使用者付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当你有一个定点 然后有一个表演 那个表演是非常在地的 那我们也曾经去过别的地方 他是带着我们跳当地的 他们其实也没什么 可是你就热闹 你就觉得这就是最在地 最国际 就是这个地方有的东西 百里都是没有 对啊 民宿可以结合起来 对啊 找一个团体来表演 对啊 对啊 不敢敢来去看表演 是是是 每个人高三百五百 对吧 来这里对吧 还送一杯英零 是吗 来我们再请教一下 我们邱淑议员 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说 其实我认为我们的县政府还是要 观光处还是要来规划一下说 就是不管是动态或静态的 这个两个旅游的层面 因为你如果说 亲子旅游一定是属于 比较动态的这个旅游层面 高龄者他是属于比较静态的 像我们的 在日月潭 在九族文化村 他是属于亲子旅游的 网站 所以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观光处 他们能够把这些的 亲子旅游的这个 网站能够点 就是让我们的选择性 让游客选择性说 我从我们的南投县政府的一个观光网站 下去点下去 就知道说 今天我要 设计说我要带小朋友去哪里旅游的 地方的景点 他就可以很明确的秀出来 让我们去选择 我今天我所带的是长辈 要去旅游的地方 我一点下去 我就说 我来到我们日月潭 我们的鱼池香 可以来去喝喝茶品茶 还是来到路高咖啡庄园 我们可以来去品咖啡 来去看茶园 这个都是属于比较静态的 长者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而且现在我们的日月潭 有在伊达少的这个周围 也有设计一些的步道 也很漂亮 也很适合这些的长辈来去游玩 所以我认为说 这还是必须我们的观光处 要大力的来把这个的旅游网站 来把它推行 把它设计出很明确的方向 让我们提供让我们的想要去来到我们 南投县想要来旅游的地方 能够很明确的一点就有这样子 我想在这边分享一个 我们今年的普里国中 他们的原住民舞蹈是全国特优 那这些都是普里的孩子 那他们跳的舞的水准 是全国最优 可是我们看不到 那我想这不是观光处 一个单位的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观光处 它可以结合文化局 他们事实上有很多文化团体 那也有很多表演团体 那比如说结合教育处 刚刚讲的学习之旅 乐林 然后社区大学 事实上有包括 发展学习间城市之后 部落大学 他们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团体 有非常多可看性的东西 那你看又要结合教育处 又要结合文化局 可能还要结合我们 刚刚讲的观光处等等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 我们刚刚处长想要发展的业经济 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那议员刚刚也提到了网站 怎么样让网站分零分重 让我们所有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南投旅游 我们点进去大概都是各个业者 各个业者自己铺陈的广告 可是如果说一个比较有公信力 像我们现在又担心说 我现在点到哪一个民宿 或点到哪一个 我也很怕我订了之后 钱汇过去之后 就没这间店 那也很欢乐 那比较有公信力就是县政府 所以就是说 在网站上怎么样来协助大家 那我想观光处他非常的努力 可是刚刚听了两个议员的说法之后 不晓得观光处有什么想法 请处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在规划 各个旅游亮点的时候 都会特别去规划一个 类似小型的展演或是广场 比如说我们在小半天的石马公园 那也完成了鲤鱼坛跟麒麟坛都在打造中 麒麟坛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也打造了一个鱼形的广场 那这一个在鲤鱼坛 其实它非常有文化特色 它有七个穴 其实是台湾民间故事里面 针对什么鹰穴、龙穴、鲤鱼穴、鲤鱼穴、龟穴 这个鲤鱼坛未来我们是希望 除了我们会有打造一个水舞光雕秀 那另外针对鲤鱼坛的这个龙穴 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表演广场 那可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比如像福星温泉区 未来也是也会有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展演场 那还有像我们清静高峰步道 其实我们也把清静高峰步道的 这一个广场 也平常像我们星空记也会引进 就是当地的这些部落或是原住民 或是百姨组的小朋友来表演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 在每一年的南投灯会里面的水舞广场 我们都希望是把它变成一个类似像 订幕剧的方式 让夜间邀请国内或者是我们在地的 这个知名的团体 而且这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 比较一段期间的 那透过先养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游客现在虽然是免费 可是未来我们希望是塑造是可以朝向比较高水准 慢慢训练在地的表演舞蹈这样团体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然后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日月坛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主路四级 当时也是日馆处提供这个舞蹈师之经费 还有道具包括这个表演广场的整理 训练少主的这个朋友十三四位 然后长期在那边表演免费表演 那现在变成一个很知名 只要到日月坛到伊拉少 一定会到那边去参观 尤其是旅行社免费的 他们一定都带过去表 看他们表演 我想定幕剧或者是情境式的这种故事性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或是展演 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可以持续来推动的 我想应该是说我们可能很多讯息都漏掉了 那其实刚刚处长这样一讲 我们其实都唤起了很多回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 县府一直很努力 然后也不管是培育地方的一些社团 或者是怎么样打造景点 那甚至结合季节 刚刚讲的荧光 那个夜光追迎记等等 那刚刚少主的这个逐鹿市场 好久没去看了 团队有想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 在地利国小旁边有一个 打马轮的一个舞蹈团 那它是圆明局 应该讲我们中央的圆明会补助的 所以每个六日都有表演 对像这样的一个表演团 事实上是有的 可是怎么样可以整个 因为这是圆明局的 所以可能观光处的网站 我们可能就刚好没看到 类似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整合 那最后我们再听听看 我们的教授 给我们一些建议 所以我是觉得 再从刚刚很多的数据调查来看 不管是从国旅的旅游的人次 然后他们的消费金额 停留的天数 从游的天数满意度 所以整个数据这些总和起来 我认为南投是观光大县 应该是毋庸置疑 那接下来就是说 因为市场其实是一直在变动 怎么样在我们已经在全国领先的 县市的底下做得更好 那我觉得刚刚特别提到业经济 这也是呼应我们在 就市场这边在做的那个数据调查 其实我们两天一夜的旅客 已经高达44% 所以几乎都会 已经快将近一半 领先全国很多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的确就是在晚上 要让游客做哪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这里曾经有几个推动 现在蛮成功 那有些可能失败 可以再试看看 第一个就是像西头 西头早期就是白天 只有一些退休族群会过去 可是现在当地有地方创生 年轻人回去以后 他就开始去跟西头 谈夜间导览 这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 他从二三十个人 现在到达每天晚上 可能就可以有一百多人 那第二部分是那个 在亲近那个地方 因为刚刚所长讲到 那个河湾山暗空公园 那很顺势的就是变成 我们的南投星空记 晚上大家去看星星 是直接到那个河湾山 有几个点可以观星 那观星的部分 还有落在很多 像渔池啊 或是这个亲近有一些民宿 他其实晚上 自己就可以提供 观星的活动 那有些业者 会甚至跟永续绑在一起 说我们关灯一小时 走出户外 然后我来 带你去导览星空 那第三个是在渔池那边 事实上有些度假村 他面积比较大 那当然离 就是晚上不知道做什么 那他的很好的做法 是跟当地的原住民表演团队 能够去做结合 你知道那个原住民 这个的朋友 他那个带动气氛的能力 是非常好的 所以只要有那个原住民出来 来唱歌 然后跟大家互动 那个其实满意度 都会非常的高 那第三个曾经有推动 可能没那么成功 就是在于日月坛 他大概夜间的活动 基本上都是停止 所以过去曾经有业者 或日馆处 还有观光处这边 也曾经去推 还包含那个鲤鱼坛 那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做夜间的 比如说灯光秀啊 或是夜行的活动等等 但是这个有很多的问题 要去克服啊 那另外像那个 我觉得这个宣服做得非常棒的 是我们的营火虫祭 我们好多个地点 所以这个真的是变成 我想四五月应该我们的 旅宿业者的订房 应该就会蛮迅速增加的 另外我也觉得 我们南投做得还还不错的 像这个 像这个 很多的活动是在凌晨 就清晨一大早就 举行了 比如说日月坛的那个万人永度 所以大概万人永度 然后前几天 他的那个住宿就是日月坛 鱼池先满 埔里满 然后再一直往外去延伸 还有最近像乔喀节 然后那个 我们的茶叶博览会等等 还有埔里跑 我们有办几个马拉松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有极客的效果 我想说这也是 观光处正在推动 可以持续再 再往这个方向走 那这个也蛮符合 这个永续发展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当地的特色资源 然后把一些观光的收益 都是落在当地的商家 以上补充 我是对南投的旅 我非常有信心 我也是 我个人也是蛮引以为傲的 所以我回到台北 跟朋友说我在祭大 他们都非常羡慕我 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 光资源丰富的地方 交观光 这真是我们很大的 我觉得是运气很好 刚刚提到了夜航 那因为我有听到一些朋友在说 那我们之所以夜航 没有办法像 比如说香港 比如说像 国外有很多地方的夜航 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办夜航 都办不起来 他们是告诉我说 因为你船一开出去 我们的月潭周遭是黑的 就是说夜航 除非你自己在船上有活动 要不然如果你只是靠外面的风景的夜航 本身就会有点 比如说花火节 他就有花火 就有活动 所以刚刚其实提到都是成功的 唯独夜航这个 有点点辛苦 那 谢谢教授帮我们整理了 也让所有今天 我们不管是网路上 或电视上看到的 记得要去追逐 我们有这么多好的活动 配合我们的旅宿业 好好去玩一玩 那最后是不是请每位来宾 跟我们简单的结论一下 来 苏议员 埔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也值得大家来这边游玩 我想你如果做了最好的预算 以及规划 我想一定会让你值回票价 所以欢迎来馆头玩 埔里的美食很多 对啊 不管你多晚都有东西吃 你看我们第五庙 现在是那个韩国的清瓦台 真的 那也是很棒的一个景点 附近还有一个18度系的 对啊 你看 吃喝玩乐都非常棒的地方 好来我们秋树议员 我们南道館是一个好美好地方 欢迎大家 等共同来到南道館来彼头 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 我们蜜蜜蜜 有真的好吃的咖啡顺 也有真的好喝的紅茶 也有很好吃的我们的香菇 欢迎大家共同来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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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南道館有十三兄弟 刚才说到大燕村和涉水 我自己不会去过 一定要来一下 好 真的很好玩吗 真的啊 好 因为我现在高零 去刚好 我带你来去游部 是 我们最近还有那个国县 陆神祭 好 走会来 走会来 好 来我们请处长给我们结论一下 是 南头就是观光之源很多 所以我们把它分类了七大的一个旅游轴线 第一条当然就是国际线的这个日月潭观光轴 那还有我们的玉山 也是我们南头这个圣山 玉山的温泉轴 东浦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太极美帝的茶香工艺轴 有鹿古竹山 那另外就是我们极极铁道轴 还有就是八卦山的一个休闲轴 跟未来现在在做的九九峰的 艺术温泉轴 所以这样这么多的这个轴线 我们希望可以开发很多深度的旅游 还有多元有特色的这一个旅游商品 能够来行销到我们国旅到国际观光客 是 非常感谢 来教授 南头作为一个光大县光首都 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想既代也会扮演这个我们县府光处 这边一个幕僚的角色 做一些幕僚基础工作的分析 因为观光处大家在创意上 跟努力度上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我想大家一起攜手 让南头的观光往更高品质的方向来发展 好我们谢谢今天的来宾 议长和声锋及全体议员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